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相关的议题来做这个线上的研讨会 那我这边主要的题目是跟这个无人机防御系统的面面关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像今天的讲者很多都提到这个像是无人机啊 然后无人机的影像AI辨识 那我们公司的角度是从这个针对这些无人机 当然无人机我们会有很好的商业用途 那当然我们也是在无人机的使用上 也担心会有人的这个恶意或者是滥用 那所以我们公司主要是在这个无人机防御系统上面 有一些的琢磨 那我个人是在这个创未来科技 Tromputer Tech这个的演算法部门担任主管 那我这边主要负责就是在无人机防御系统里面的主动式侦测雷达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这个第一页 标题页的这个投影片的用下角这张图 就看起来就像一个白色的圣诞圣诞塔一样 一个像蛋糕啊或者像白色圣诞树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那无人机的防御系统有雷达 然后也有感测器 那也可能要搭配干扰枪 那待会的这个简报里面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从这个无人机防御系统的这些的装备 那大概它要怎么应用 以及它大概一些防御的策略是什么 那也会针对这个 尤其是主动式雷达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我的联络方式在这边 那如果有兴趣或者是会后这种问题 也可以寄到我公司的信箱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无人机啊 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讲者说 像无人机有很多的这样子很好的应用 那当然我们要防御 就是因为担心这么好用的无人机 也被变成一个可能变成一个滥用 那我想这个新闻应该大家在这两三年 大家可能都有看过 那我举的例子是这一页头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这个DJI的无人机上 这台很有名 这台是这个DJI的Fenton 4 那这台在今年应该已经绝版了 那在可是在今年以前的大概前三年吧 就是是无人机市场里面一个很热门的机种 就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四轴的飞行翼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前几年的新闻里面 就是有在讲到这个墨西哥的毒贩啊 他把这个无人机上面 他居然可以载着这个炸药 然后他炸药后面就把它装一个羽毛球 让这个炸弹可以这样掉下去 那包括就是像右边的这种比较大型的 可能 maybe 是八轴的无人机 他也可以搭载这个炸药 那像是这个 尤其是在像比如说像中东边境呢 其实都有一些新闻 他们就会写到说他们用无人机去载送 这个不只这个炸药炸药做恐怖攻击 甚至就是用炸药去载这个毒品 然后非法的这个穿越国际的边境做运送 那所以尤其是在这种国际的边境啊 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象就像比如说一些 重要人士比如说总统 或者是这个重要的集会赛事 无人机会不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安全议题的考量 这也是成为一个考量点 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那又或者是说我们是否要对这个 无人机做一些排程 那当然如果是在军用上面 就像刚刚各位讲者所提到的 就是在军用上面 其实也在发展那种不对称 对的作战上面 其实是对无人机的这个依赖 是越来越重的 这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像是美国啊 他们其实对无人机的这些什么去反制 他其实都成为一个在军方上面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想对我们台在台湾 最有感觉的应该是去年 就是去年9月的时候 去年9月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中秋节吧 就是可能大家在新闻看到 都有看到说就是我们的对岸 就是把无人机 就是有一些调皮的玩家 那他们就是飞无人机到我们的这个金门 或者是小金门的这个军事营区上面去探刊 那又拍到这个当时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阿兵哥的同胞同仁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又拿石头丢它 然后又拿枪扫射 那大概这个是发生在台湾里面比较有感的 那尤其是那个时候9月的时候 就是还有这个对岸的这个玩家呢 他把无人机上面挂扎的这个茶叶单跟榨菜 那丢到我们这个猎语的营区里面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造成了一些大家的担心 那所以就是说包括像是这个无人机的议题 不只是国外 甚至包括台湾 其实我们最近都已经开始在重视 要什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防御 那它无人机也有单台的 也有风群的 那或者是如果你要应对的话 是不是有硬杀跟软杀 记得总统考量 那待会我们会在一些 接下来的几页投影片里面 也会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的概念 那我们下一页投影片呢 我们这边先播放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对于这个整个anti-drone system 也就是反无人机的系统 大概的一个概念的想象 那也让大家藉由这个影片 你可以看到一些整个防御系统 大概会从什么样的思维下去 去做无人机的防御跟反制 先协助您播放影片的部分 Tron Future Anti-Drone System It's the first 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drone AI swarm defense system With satellite connectivity In the global market It's a system that includes T-Sensor T-Radar T-Jammer And T-Interceptor It's a passive RF detector It can recognize remote control activities Before drones take off And identifies their manufacturers and models T-RadarProve It has industry leading All digital GON phased array technologies The 15kg body achieves Over 5km drone detection range T-J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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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software defined 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jammer It can smartly jam and spoof From 100MHz to 6GHz Remote control and GNSS receivers Within a 5km range T-Interceptor Is an Acer radar seeker Guided fully autonomous CounterU AS weapon It can act alone Or in cooperation with multiple units To protect large restricted areas Tron future 黃博這邊可以再重新分享原本的簡報 OK 好 那我們謝謝主持人剛剛幫我們播放 那大概就是我們 因為我這邊剛好也不能播放 我這邊剛好可以直接拉個截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像是這個無人機的防禦系統 像我們這個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白色聖誕樹 你可以看到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當然我們有一個T開頭 這個代表我們T-T的這個代表 那主要可以看後面這個字就是像Sensor 那Sensor它是一個被動的感測 那何謂被動的感測呢 它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就像你是你今天有嘴巴 然後你有耳朵 那你不會講話 所以你並不會得到任何的 因為你的話語而造成的回饋 那你可以想像Sensor就像是你人的一個耳朵 你就是單純的聽 那聽久了你可能就知道 那是誰跟你在講話的 那那個人可能大概跟你的方向是哪裡 那他並不會透過跟你講話他回應 那所以就是這個所謂的被動的偵測呢 指的就是像 所謂的Sensor 一般指的就是這個所謂的被動的 這個Radio Frequency RF的偵測 你就是會在那邊收訊號 然後看看就是說 比如說對岸的無人機 對面的無人機 他們是可能大概支援你的方位角在哪裡 那他大概的可能 他如果是商規的話 基本上你可能可以偵測到他的型號 原因是因為你一般商規的無人機 他都會有一個就是 他會發送他的識別 跟他的遙控器做傳送 那也會跟這個GPS做定位 那所以Sensor的功用主要就在於 就像是人的一個耳朵一樣 就是你單純的就是聽 單純的就是收 然後去做一個判別 那為什麼還 如果Sensor可以做到的話 那為什麼還需要像第二個這個T雷達呢 為什麼還是需要一個雷達 那一般我們這個雷達呢 我們在這邊指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ASA雷達 就是這邊你可以看到 下面有個字眼 就是4D的ASA Postoper雷達 那這個4D指的是什麼呢 4D指的其實就是你的鏡像距離 那你的方位角 你的陽角 還有你的鏡像速度 構成四個維度 你所可以取得的資訊 那ASA呢 ASA是主動式電子掃描陣列的意思 那何謂主動式 就像剛剛舉的例子 你今天你有嘴巴你有耳朵 你或許你會透過你的講話 你先講話傳 讓別人聽到之後 他再回饋回來給你的回話 好那就是一去一回 所以主動式草描陣列的意思就是 你會主動的打出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會撞到這個目標 比如說是五人機 那他五人機會反射你的電磁波 讓你的這個接收端可以收到 所以藉由一去一回 你就這樣子去做一個主動式的偵測 那為什麼主動式雷達還是需要 因為像 Sensor 比如說第一個Sensor跟第二個雷達來比 Sensor因為就像你 仿佛是你的耳朵 你要去聽 哪裡有人在講話 但是他大概在哪裡 哪個位置 你可能要聽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偵測出來 但是主動式雷達 是你自己就會主動的 去朝每一個方向去打訊號 你可以想像 你就對每一個地方去喊話 看有沒有人回你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主動式雷達 他會比較快 比較密集的 得到你所偵測目標的 在三位空間中的坐標資訊 那還有一個就是Sensor跟雷達的差別 就是Sensor 他可以去藉由 就是無人機跟遙控器之間 對傳的一些訊號的格式 他會去知道說 這個無人機的識別碼是什麼 它的ID是什麼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這世界上有的商用的無人機 基本上你都可以 就是透過Sensor去得到它的型號 但是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在軍用上面的話 基本上每個國家的 這個無人機型號的ID 基本上他們是會保密的 並不是由Sensor 可以那麼輕易的取得 所以真的其實在做戰時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搭配雷達做主動式的掃描 你才可以去掌握說 比如說有敵機朝著你靠近的時候 他在三位空間中的坐標位置的資訊是什麼 這個時候就是主動式雷達 需要派上用場的地方 那基本上大家看到這個主動式掃描陣列 就是如果你是跟軍事比較熟悉的相關的人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 ASA的這個雷達 它們都是它搭配就是這種所謂的Pulse Doppler的雷達 那Pulse Doppler指的就是說 你會打出一個脈衝 那你會有一個Receiver打開 去搜索看你打出去的脈衝 它回饋回來在什麼樣的位置 那Doppler這邊想要強調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移動目標物 你可以偵測到移動目標物的這個速度的資訊 那這個是主動式的雷達 那當然就是你藉由 Sensor跟雷達所偵測到無人機之後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呢 那在我們這個白色蛋糕塔的這個裡面 其實有一個東西叫做GEMER 你看起來它很像一個廚師機 或者攻擊擊擊機 那這個GEMER它其實是一個陣列天線 那它其實就是可以針對無人機的干擾 那無人機你要怎麼干擾它呢 就是外物就是要把它外賣訊號 還有圖傳的訊號 還有GPS訊號把它蓋台 所以GEMER的道理就是說 它會發射一個很強的電子波 它去把無人機跟遙控器之間的通訊 把它蓋台 讓它備受干擾 然後也同時干擾無人機跟GPS的接收 讓無人機可以比如說旋艇在那邊不動 甚至到最後就是它是直接最低或最寒 那這個是GEMER的功能 所以GEMER其實就是我們在做一個干擾槍 那它專門就是要負責來干擾 你所偵測到的無人機 所以這幾個系統的搭配其實很重要 就是你必須要先找到無人機在哪裡 在三位空間中的哪個位置 你才有辦法對應的位置 用GEMER做集中能量的波數來做對無人機做干擾 那第四個就是所謂的攔截機 那如果說你在這個干擾槍這邊如果失敗的話 它仍然就是無人機能朝著你靠近 或許你那時候就需要做一些硬殺 就是直接把它攔截下來 所以這個攔截機其實在一些發展裡面 攔截機裡面它其實有幾種差別 比如說你看到像這個攔截機 它前面有一個頭 它這個頭它通常像比如說 它這個頭上像現在都有做一個規格 就是說它可能可以是裝捕捉網 那它就是靠近敵機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捕捉網可以發射 那又或者說這個攔截機的頭這邊 它是裝火藥 那如果說有敵機朝我們靠近的時候 可能你就可以透過這攔截機把它炸毀 那這個大概就是攔截機的主要的功用 那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就是剛剛的概念 其實就是大概都有看到 那我們直接用這個 等一下下一頁頭前來跟大家做解釋 好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剛剛的這樣子的 整個無人機防御系統的主要的這個幾個 這樣四個裝備 那就是有Sensor 雷達 跟Interceptor 藍結機還有GEMER 那大概這個策略呢 就是會說 比如說你今天有雷達跟雷達在做偵測 雷達跟Sensor在做偵測的時候 如果在遠距離 我們可能就先用GEMER 去把它做一個干擾 看它是不是在遠距離 就可以停止下來 不要再靠近了 那又或者說直接讓它最低或最海 那就像右上角這邊的圖示 大家可以看到 那如果在靠近一點的時候呢 或許我們就要出動攔截機 那攔截機就要朝這個對應的位置去做攔截 它可能是硬殺或者是軟殺 可能是用網捕捉或者是用搭配炸藥 去把它炸下來 或者甚至是做自殺式攻擊 那這邊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需要先透過雷達 或者是和Sensor同時的偵測 讓我們可以去明白說 這個來犯的無人機 它是在三位空間中的哪一個位置 以及它速度大概是多少 你才可以朝著對應的位置做干擾 以及或朝對應的位置做攔截 那這個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就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針對這個機制防禦系統 它也沒有多難 重點是說 你今天要怎麼樣成功的去偵測 成功的偵測到之後 你要有什麼樣的政策 你要有什麼樣的策略 去對偵測到的結果做對應的應對 那可以看到說 其實像我們公司在這方面 主要就是針對這四個產品 我們都有做開發 那你可以看到說 像我們這個白色的蛋糕塔 白色陣道的樹 它大概的策略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公司主要是從做雷達開始的 那就是可以看到說 我們公司的量產的代表品 就是T雷達 Pro 它是一個主動式的可溪式的雷達 那可溪式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大家可能對雷達印象都是蠻大蠻笨重的 那其實我們公司的強項 就是把這個主動式的掃描陣列 讓它可以把它做到 就是讓一個人就可以攜帶的這樣的大小 那所以大家會在這邊看到有三臺 其實這三臺就是分別 就是說對每臺就是負責 120度方位角的這個掃描偵測 所以如果你要做360度環境的話 就是會需要三臺 那它是不需要轉動的 它並不像傳統雷達一樣 需要一臺雷達在那邊360度做轉動 它可以省去了很多這種 所謂的這個馬達或機械室 帶動的這樣子的維修的問題 那最上面這個尖尖的 它其實就是Sensor 它是一個360度感測 那它會去看看說 大概有哪個方向會有這個 這個無人機出現 那就會去做一個感測 甚至去判別它的商用型號 那大家大概要知道 就是說商用型號通常都是 只有商規的無人機 你才判別人了 那真的是在暫時的話 如果是軍用無人機 其實你是沒辦法去識別它的ID的 那如果是一般來講 就是說我們還是可以透過Sensor 跟雷達的這些 一起感測到Data 去做一些Data Fusion 讓我們可以去得知一個 更準確的無人機的資訊 那下面這三個呢 像是空氣接近機 跟土製機的那樣子的 這三個長方體 它就是GEMER 那GEMER我們現在也是在今年 是我們今年一個蠻重要的成果 那現在也開始在做實測 那右上角是這個攔截器 攔截器 我們主要是從一個防禦的角度出發 比較沒有像前面的各位業界的先進 就是有那麼多無人機的電視 跟AI的智慧飛行 我們的無人機主要是要搭配我們的防衛系統 因為我們防衛系統必須要回傳說 我們偵測到的目標物它在哪裡 那我們要試著就是去 串接這些我們所偵測到的資料 然後進一步看 透過無人機去看看說 我們透過拿到的這些資料 我們能不能去做一些 朝對應的位置 飛到正確的位置 那所以這個現在也是在一個 概念性的這個Prottyping中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公司 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你看到那麼多系統 這些系統必須要有一個 很完整的軟體介面 做一個喘接 那其實我們公司有一個完整的 軟體部門團隊 他就是負責做這個T-Meta 那這個T-Meta可以將我們公司的 這個無人機防禦系統的各個產品 那甚至包括我們公司 另外一個產線 就是在這個太空衛星上面的一些通訊 我們會把這整個系統的這個 把它整合在一個就是像你的平板 手機或者是電腦都可以看到的 這樣子的使用者的介面 的互動介面上面 那這個是我們公司在做一個 這整個無人機防禦系統的整合裡面的 一個完整的生態鏈 也剛好跟大家介紹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說 在整個防禦系統裡面 也其實就是有這些層面需要去做考慮 好那因為我想我們的時間 只到4點10分 那我本來是還有準備一些投影片 要跟大家分享什麼是雷達 那我想在10分鐘內 我們可能快速的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我們公司主要是在這個雷達上面 是我們第一個就是投入的這個主要的產品 那我想在時間的有限下面 我想也跟大家最簡單的介紹一下 雷達它其實是一個縮寫 它其實早年它是一個叫做 Radio Detection and Ranking 它取它的每一個字母來做一個縮寫 所以現在才有我們所謂的雷達 那大家要get到的點就是說 雷達它其實來自於Radio Detection and Ranking 那它字面上意思是什麼 就是它透過這個Radio無線電 它透過無線電去做detection 做偵測 記得去做Ranking Ranking是測距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你雷達就可以做 就是最後可以做到一個測距 那當然現在我們所說的 這個4D的主動式掃描陣列雷達 就是你可以除了測距以外 你還可以測角度 那就是放偉角跟羊角 甚至你還可以做 得到他們所謂的Dopler的資訊 就是所謂的Dopler就是你的 偵測跟你的目標物 有一個相對的移動的時候 就有所謂的速度分量 那就有所謂的Dopler-Ship Dopler-Fingland 就是Dopler的便宜 那所謂的Dopler便宜 就是你可以得到它的速度資訊 那雷達的關鍵就是它是使用無線電波 所以關鍵是用Radio Wave 那它的原理就是說你傳送端打出一個無線電波 無線電波撞上目標物之後它會反彈回來 那你就藉由反彈回來訊號進一步去解析 它目標物的位置跟速度 那當然現在高科技的雷達 其實隨著半導體科技的進步 我們就可以把比較高難度的數位訊號處理的技術 甚至近年來就是在這些機器學習上面的一些的技巧 我們都可以把它用上去 那還有一個我們要強調的就是說所謂的相控陣列 那相控陣列也是一個近年來很重要的一個詞 因為其實在行動通訊的5G、6G上面已經有被用到 那相控陣列的一個主要的關鍵就是說 它可以在你只要有很多的天線 你很多天線之後 你只要在每個天線後面 其實它都有一個相移器 就是英文叫做FaceShifter 它這個相機器可以透過電腦去做控制 那所謂的相機器就是說 你可以去控制這些相機器 讓你的電磁波可以朝一個指向的一個方向 指定的方向上面做集中能量的傳遞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針對特定的方向 你把能量集中在那個方向 你能量並不會四面八方的散熱去浪費掉 而是你可以朝著指定的方向 集中你的電磁波能量去做掃描 那要怎麼樣朝著一個指定的方向 關鍵就是它這個FaceShifter 它其實就是去調整每個天線 要輻射出電磁波的時間差 所以以這個例子為例 以這個例子為例 你如果要達到這個θ角的輻射的話 你就是你的最下面的天線 你要先送電磁波出去 那跟最上面的比起來 最下面的電磁波我要先送出去 如此你才可以做到一個 就是朝指定方向的平面電磁波的傳遞 那這樣子就是透過調整時間差 你可以就是讓你的電磁波槽指定的方向都傳遞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有效的運用 你的這個裝備所發出去的能量 所以這個Space Array雷達呢 其實又稱作於這個 稱作這個主動式的電磁掃描陣列 那ASA的應用其實在軍方上面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像是以陸地上來講 像台灣的新竹樂山 有一個普魯爪雷達 這個雷達很大 它號稱可以偵測到5000公里遠 所發射的這個桌機單道飛彈 那像美國的這些國客級戰艦裡面 它也有搭載美國雷聲公司 所做的SPY-6 就是在這個SPY-6的 所謂我們俗稱的神盾級的這個戰艦上面 就是所謂的神盾 就是因為你搭配這個主動式的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那像是戰鬥機上面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APG-83 你可以看到說像在F-16 包括台灣最近F-16在升級的計畫裡面 就是要把以前比較舊的APG-66換成APG-83 那就是右下角的這個例子 好那當然用相控陣列有一些好處 有一些好處 那大概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簡單講 大概就是說我覺得大家記得就是說 相控陣列就是說你今天有彷彿 就像右邊你有一個平面的磁磚板 你可以去透過剛剛所講的 這個F-16 像銀器 你可以去調整每個天線 要輻射出電磁波的時間差 去把你的電磁波朝集中的地方 集中的方向 朝一個方向做集中的傳輸 所以它有一個關鍵的好處 就是它不需要轉動式的減線 和一個轉動式的底座 因為當你需要用馬達或滾輪去帶動雷達的轉向的時候 它就有所謂的維修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那你甚至也可以想像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這個 尤其在戰鬥機上面 你怎麼可能讓戰鬥機上面搭載的一個還要 還需要一直轉動一直轉動的東西 因為你這樣子你的飛機會飛不快 那像成盾戰艦也是 你如果上面有越多機械式的轉動 代表你的妥善率 這個考量的成本就會越來越大 那所以這其實是項控陣列的好處 那當然就是說在近年來 近年來可能對於項控陣列也有一些考慎 就是說但是它成本太高 又或者說沒辦法落實這個商用市場 那其實就是在近年來 大概像是大家看到像行動通信上面的4G 5G、6G系統 其實都已經有這樣子項控陣列 像Messi Maimo的一些基地台 其實項控陣列其實已經在普及 在民生用途上 那當然我們公司的強項就是說 把這個項控陣列做的很小 讓我們很小 然後可以甚至是可以把這個 看起來 傳統看起來都是那麼大 那麼笨重的這樣子的主動是 掃描陣列雷達 SR的雷達 把它變到是可以可稀釋的狀態 那可稀釋呢 就是可以用來偵測 尤其是這個 這個近年來就是很 很 很常看到這樣子的無人機 那所以就在這個 相控陣列雷達上面 其實我們公司的一個很大突破 就是把它從那麼大型的 這樣子的蓋棺 把它變成是一個 一個人可以攜帶的 這可稀釋的大小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我本來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SR雷達系統概況 我想這邊可能我們就先不贅述 那有興趣的都可以在這頁頭裡面 上面已經可以解讀 就可以看到 那當然就是說在主動式的電子掃描陣列雷達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數位訊號和資料處理的技巧 好那大概我這邊有條列幾個 那這幾個關鍵字 你在網路上面找 或者在雷達相關的教科書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 好那待會我跟大家分享一個網站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再上去再多做一些琢磨 好那其實我們的這個T型的雷達 大家可以剛剛說剛剛有一個T型的雷達 其實我們有一個運作的原理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設計 你看到這個T型 它的水平陣列 它是包含傳送機跟接收機 那在垂直陣列上面只有接收機 那這樣子的掃描 我們的掃描方式就像右上角的這張圖一樣 我們會從左邊掃到右邊 就像一個很肥 上下是肥 上下是肥肥的這樣子的扇子 從左邊揮到右邊 那這是這個T型雷達的掃描方式 那雖然說它只有從左邊掃描到右邊 但是因為它的接收端也有接收機 所以電池波撞到目標物反射回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得到就是透過我們的垂直陣列 你可以得到這個無人機相對於雷達的仰角 你可以做一個仰角固測 那這是整個T型雷達的這樣子的掃描的運作原理 那這也是我們公司現在主要在世界各地所量產的 這個主要的T型雷達也獲得各國很多客戶的青睞的 就是我們的一個key point 就是這個feature讓我們可以把雷達做小 然後做這個T型 讓它可以變成是兩個翅膀的摺疊 可以變成是一個像是手提示的這樣子的行李箱 好那大概有一些掃描的原理 那掃描的原理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可能先get到一個最基本 就是說你今天你的掃描 你可能會有不同段的距離 那不同的段距離你都要做掃描 舉例來說像是右下角這個圖 你可能會把你的掃描的這個 右下角這個圖 你可以想像就是一個上帝視角 從上往下看的不看圖 那大概你的掃描模式 一個最基本掃描模式就是說 你要針對不同段的距離 做這樣子均勻的掃描 那一般來講我們現在的Default 就是預設的模式 就是這個Trip Wireless Scan 那這其實是一個不容易的模式 因為所謂的Trip Wireless Scan 就是說當你偵測到目標物之後 你就開始對這個目標物做追蹤 那所以你有追蹤代表的是什麼呢 因為你偵測到它只是一個偵測點 那你點跟點 你可以把它連線起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因為在傳統的雷達通常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電影 你記不記得 就是有一些像是一個原型掃描的雷達 然後它會有上面有很多點 然後一個點一個點浮出來 並沒有做連線 那這樣子只有一個一個偵測點 其實會讓你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雷達的雷達室 你是一個雷達的阿兵哥 你看一個偵測點一個偵測點 其實是很難去定位 就是說你的目標物在哪裡的 那所以其實你在點跟點就必須做連線 那這就是所謂的追蹤 那在傳統的雷達裡面 點跟追蹤通常有時候會分成兩個雷達來做 那因為現在隨著半導體科技 和數位測量處理器的進步 所以有機會讓我們可以把點跟點 我們就直接把它變成一個連線的軌跡 記得對這些軌跡去做一些 它的軌跡的行為的這些掌握跟辨識 那這大概是一個整個雷達在掃描 這個所謂的check while scan 那就是說你邊掃描你就邊在追蹤了 那這個是我們在無人機防禦的 一個雷達偵測的實際的場域圖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其實就是在針對 我們自己去實測 就是拿兩台無人機去做 在台灣做實際的場域量測 那左邊是我們的量測結果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在量測的過程中 我們就可以 我們的雷達是成功的偵測到 這樣子的無人機飛行的資訊 列在這邊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也試著去挑戰 我們無人機的這個偵測追蹤的能力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對於一個雷達 你要怎麼脫鎖 你如果是無人機的駕駛者 你要怎麼脫鎖 你當然就是各種鬼怪的飛行 就是讓無人機 讓無人機的偵測雷達 沒辦法掌握你的心中 所以我們自己也去做了一個這樣的實測 就是讓無人機去做這種蝸牛式的飛行 那蝸牛式的飛行是非常難的 就是對於這個無人機偵測上是不容易的 因為它會一直旋轉 然後又有很多鏡像速度為零的時候 它很容易被地面的雜坡所覆蓋 那我們在這個實測裡面也證明了 就是我們雷達的很優異的追蹤能力 就是即使無人機這樣子的螺旋式 蝸牛式的飛行 我們仍然都可以實測去掌握到它的蹤跡 那最後我可能想讓大家看個簡單的影片 但是我想時間因為不夠 所以我們就先不用播 我們就直接我直接跳過去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大概在講我們雷達的這個主要的概況 那我們的這個雷達只有15公斤 那透過一個人就可以完成這樣的架設 就只要把翅膀張開就可以完成架設 那當然這邊有一些它裡面的主要的核心的技術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台雷達它其實可以很簡單的就是用一個手機的平板 手機或者平板 它就可以去做一個操控 那當然這個T-Meta也是我們整個在軟體上面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發成果 它整合起了我們的每個產品 所以我們這邊也說了就是說怎麼樣在我們所開發的T-Meta 介面上面去對這個雷達的部件 雷達的這個規劃的布設做一個這樣子的架設 那你在上面呢你會看到說這些無人機的偵測結果 包括就是像無人機跟鳥類的辨識 那要怎麼去呈現 這些都會在我們的T-Meta 上面你可以看到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的實測結果 那我們大概我們的無人機防御偵測雷達在現階段第一代的產品裡面 我們是可以偵測到5公里120度的這樣子的覆蓋範圍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說如果大家對這個主動式的這個掃描陣列雷達有興趣 那我個人同時有在這個台大就是擔任這個 這個兼任助理教授就是在教授這個FaceRain雷達的訊號處理 跟演算法設計的相關的課程 那我想是因為時間有限沒辦法講那麼多細節 那如果各位對這個雷達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你可以掃描右邊的QR Code 那你就可以到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 裡面有比較多就是在這個相控陣列雷達訊號處理 跟演算法設計的這樣子的相關的課程給供大家參考 好那我想我的時間是不是就到這邊 那就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的謝謝黃博士的分享 然後有一些觀眾提問 不過目前因為時間的關心就請 想要請教黃博士的各位學員可以再聯繫黃博士 然後多一點 謝謝 謝謝